台湾设计软实力持续绽放光芒 台湾创意设计中心特别集结 全台获得国际奖项的摆件作品 展出台湾获得德国红点 IF 美国IEDA 以及日本GMark等四项国际大奖肯定的设计 透过用矽胶制成的号角装置 让智慧型手机原本的播放音量 瞬间扩大15分贝 利用枪道把声音传导到这个地方来 那边在传导了以后声音是直线进行的 所以枪体内的话它会交成反射 那出来以后就会把声音放大 透过物理现象合理的结合 那出来以后变成一个很有趣 很可爱的一个商品 同样不需要外接能源的设计商品 还有这一个 铝合金的面板 加上圆形条状的导热铜管 这些科技产业常使用的材料 藉由设计师的灵活串联 成为在常温下 就能迅速解冻食材的解冻板 不能放在微波解冻 或是不能够放冲水去解冻的 这些产品特别适合 尤其是一个比较珍贵的材料 例如说是两三公分的牛排 在常温下 我想需要三四个小时 才能够解冻完成 在这块解冻板 应该在半个小时之内就可以解冻 以及只要单手就能轻松收放的婴儿推车 这些充满创意与美感的设计产品 都是出自台湾 更获得国际知名设计大奖的肯定 为什么他们是好的设计 为什么他们能够得到这些国际奖项 因此我们特别把这些好的这些作品 把它集中在一起 规划一个特展 汇集全台近百件的获奖作品 八十多家厂商参展 一线间的心血结晶 要让民众更了解台湾的软实力 新唐人亚太电视 最一号李津津 台湾特别报道 谢谢大家